最近这条铁路火了 这是拉萨到宁芝的拉宁铁路 这条铁路屡屡站上新闻字热搜 这个铁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最近我们的军队又利用这条铁路线 把军队用三个半小时就从拉萨拉到了林芝 这个时候就要问问印度人 印度人害怕不害怕 心脏扑不扑通 当然这条线主要还是用于和平目的 我们将来的川藏铁路 滇藏铁路 入藏以后的贡献段就是拉临铁路 所以现在川藏铁路也正在紧罗密骨施工当中 这条铁路居然十多次穿越雅鲁藏不江 所以它的工程难度是相当难的 在青藏高原这么一个气候环境 都非常复杂的地方建成这么一个高铁 也是中国人基建狂魔的这个成就 所以我现在要加紧锻炼身体了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到拉萨 到林芝去看看 去喝喝青磕酒 尝尝毛牛肉的这个肉干 当然更多是欣赏藏文化里面的歌舞啊 各种各样 就是今天的词 今由你用这个哲学 多伙认вол è 回去你们用这个捍卖 转身的接触